挑战以前才来对话装品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美 我打算开一个新系列 今天是来画CT的EE这一盘眼影 它以前给我的挫外感 就是每次画完都觉得红肿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画出不同的感觉 看了一下我以前的画法 是直接用最深色从睫毛根往上运 不得不说真是胆大得很啊 现在是会先用最浅珠光色 铺色整个眼皮 最深色我一直觉得它是藕紫色的 但是它在不同观看下 看起来不太一样 有时有点像红冬豆沙色 显色很好 下手重的话就容易肿 这次用大铺色刷慢慢浅显的涂 前后眼角都涂一点点 然后面积不超过眼皮的一半 我近一年多的眼妆思路就是淡 一定要淡 换小刷子眼着睫毛根再加重一下 又上是以前流行的那种 比较厚重的珠光香槟色 非常暖 涂多了也会肿 然后分享一个热知识 显肿的这种浅色 就直接涂窝残就得了 反正也会肿 窝残肿肿起来的不是更好吗 左下角的亮片是这盘的眼和灵魂 带一点点偏短底色的青头亮片 我至今没处理掉这盘也是看在它的面子上 CT的亮片虽然很美 但是它有个通病就是用手摸多了会结块 结块硬之后就不好取粉了 最好就从一开始养成用海绵棒取粉的习惯 加上那眼线和睫毛之后看一下 好像画的有点太淡了 像这样在镜子上戳一戳 最后只留一点点底色 再涂一点点最深色 晕一下眼尾外眼 调整一下 最后再调整些细节就好了 这次画完对比两年前的那个妆感确实是好看一些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它不算是很顺手 比如最深色总要用的小心翼翼 整体色机我一直觉得它少了一个过度色 最深色是雅光色没错的 其他三颗都是体样色 画起来有点力不从心 有用这盘很顺手的姐妹可以分享下你的画法和情况 就这样拜拜